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了小豬之后 它有很多片段的东西是有趣的 例如我戏里有用到一些 为了女儿改纹身 我突然觉得这可以改成一个很温馨的电影 还有我突然想起很多我的朋友 男性的朋友 平时非常男性 突然做爸爸的时候 声音会变成 人又变成了 我认为为何我不会探索一下男人的温柔 所以就开始 由这个出发点开始 去写 就基于李船欣的黑社会背景去做 其实中间都遇到很多 这个前后都遇到很多改动 原因就是 你如果只是用一个很温馨 很单纯的角度去写 它会变得很轻 整个电影 会变得很轻 所以我就觉得不行 我就放下了 放下了 放下了很多年 其实 中间我也想不到哪个演员是适合这个角色 所以 停了这么多年之后 我经过拍《新日快乐》 我帮他们剪片的时候 看到《古仔》和《纳英》 在《纳英》上的那种火花 我突然觉得他们两个 真是完美的角色 这部电影 再重新 再重新 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把黑社会和这个男人 究竟和他生命中三个女人的关系是什么 我就转了用这个出发点去写 我去找了很多关于黑社会的资料之后 study了一轮之后 我发觉 我觉得有些是 boring 因为黑社会的东西 或者在香港拍得太多了 你就觉得 来来去都是那些东西 我又觉得 黑社会 今天的转变都转变了很多 已经不是以前的意气的世界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是我想摆的 我只是想说黑社会的 或者最后我用都是用 他说 现在谁没有人想做堂主 还有大家没有人有意气的 那样东西 我就用了那样东西 来做了一个base 就将三个女人 即是他的温柔 那一面是他生命中的三个女人 来做了一个基础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擅长拍一些现代的东西 我经常都怀疑 我如果拍一个大陆的现代的戏 如果不是我可以熟悉的 或者熟悉的 或者了解的题目 我怎么可能拍得过他们呢 我不觉得 我可以了解他们的文化 多于我自己的 最熟悉的环境 我在香港还有这么多故事可以说 我在台湾都有这么多故事可以说 我都喜欢留在我自己的地方 讲我自己的地方的故事 就好像我觉得 大陆导演也是一样 他们一走出去拍 在外国的戏 我外面的戏 我就觉得有点尴尬 有点尴尬 我想香港导演都试过 有些导演出去拍 去美国拍戏 未必个人都成功的 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都觉得 现在香港的电影 的环境 都是比较mildominate 都没有太大改变的 你看有多少男导演 是为了女性写剧本 所以其实是少的 所以这个是暂时 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现象 只是我们尽量 在我们有机会当中 我们尽量表现自己 其实有时我又觉得 未必是男人不想写女人 只不过男人不知道怎么写女人 只不过男人不知道怎么写女人 现在开始 都有时 譬如杜启峰有时都会来问我 这个女人怎么写 有时都会聊聊天 不是说没有尊重 而是我觉得男性 始终他们喜欢拍的 就是和女性一样 是喜欢拍一些 她最熟悉的东西 她最擅长的东西 其实我也希望 他们可以 解释了这个规则 我也解释了 是吧 哈哈哈哈